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嘉华永康中心主持的 美国计划养老轻松安度晚年的六次系列讲座 第三讲预防重于治疗的医护保健 上两期的节目中 我们从美国养老形态和新增社区养老福利 健康做到家两个方面 阐述了老年人计划养老的重要性 在接下来的四期讲座中 我们将分别从老年人的医护保健 复健康复 心理照护和社交活动四方面 为大家详细讲解老人中心 以人为本的全方位护理服务内容 本期的主讲人是嘉华永康中心 护士部三位充满爱心和热心的护士小姐 Zoe 西西和 Clara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社区预防性医护保健的重要性吧 大家好 我是嘉华的注册护士Zoe 很高兴为大家讲解我们护理部门的第一个话题 即将以社区养老的专业护理保健 嘉华永康中心是为周围的社区提供成人照顾服务 我们护理团队的主要职责是 了解每一位长辈的身体状况 并与长辈及家人家庭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共同合作 提高最高品质的护理照顾 以及促进他们身体健康 提升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他们每天有良好的健康状态 保持并提高照顾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样达到护防或延迟进急救 医疗等医疗机构的可能性 我们的护理团队会定期置地个体化的护理计划 实施监测长辈的健康状况 细致观察身体变化 如有变化 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包括与长辈的医疗团队联系沟通 例如对于糖尿病人不仅仅是血糖监控 我们还会注意他们的血压 体重 视力 行动能力的变化 护理团队还会与护理理疗师 职业理疗师 以言理疗师和社工密切合作 提供最合理最优化的护理方案 那对于来中心的长辈 我们会做面对面的健康检查 但对于新冠特殊期间 有些长辈不想出门 我们会做电话 视频访谈 对有需要交往的长辈 我们会及时进行上门 提供服务 把护理做到家 我们会教他们或他们的照顾者 怎么测血压 血糖 使用手指氧气仪 对于药物的正切服用和注意事项等等 大家好 我是嘉华的职业护士Cissy 很荣幸坐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我们护理部门的第二个话题 成人日间保健中心的医护保健 先请大家看一段小视频 又是我们嘉华永康中心 风和日丽的一天 有请我们的董事长包先生 带您体验沉浸式的服务 嘉华永康中心有一个护理站 叫做小苹果护理站 每天早上所有的长辈 都会先到那边去报到 现在我来带您看一下 小苹果护理站是什么样 跟我来 这里就是我们小苹果护理站 看小苹果护理站 然后我们的护理 还有我们的设备齐全的 所有的照顾长辈的一些仪器 一应俱全 我们护理团队的一天 从早晨迎接长辈来中心开始 在长辈上下车时 我们会监督协助 确保长辈们的安全 长辈们到中心后 陆陆续续的会到护士站来 测体温、血压 如有需要 会进行测血糖、手指血氧 体重等生命体征 护理部门会做好记录和监管 我们护理团队会观察和询问 长辈们的身体状况如发现异常会及时采取措施 早餐和午餐 人的生命必须通过饮食来维持 均衡膳食和合理营养对于人体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护理团队检查并协助发放由营养师制定的品种多样 营养均衡的健康餐饮 并会观察长辈们的进餐情况 了解营养的摄取状况 如发现问题 会及时进行处理 长辈们来中心 喜欢参加中心的各项活动和课程 每当这个时候 护理团队都监管着长辈的安全和健康 同时根据需要 我们会进行个体化的护理 维护长辈们的健康 是我们团队热情工作的动力 我们护理团队会举行每月二次的健康讲座 普及健康知识 讲解清洁与消毒的区别 特别是在新冠特殊期间 我们会教长辈们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我们会对有需要做新冠测试的工作人员和长辈 做及时的测试 大家好 我是嘉华永康中心的职业护士Clara 很高兴为您呈现 我们护理部门的第三个话题 社区医疗机构协助看诊的重要性 在执行严格防疫措施的同时 嘉华永康成人保健中心 不仅每天有专业的护士团队 在中心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 而且提供一站式中文看诊服务 长辈们可以在中心看诊 抽学和取药 解决了长辈们语言不通和交通不便的优励 有从医经验丰富 具有加州家庭科和老年科专业认证的医生 每月两次在中心看诊 如有必要 长辈们可以在中心接受抽学服务 中心还与药房合作 药房会及时把药送到中心 交到长辈手中 及时诊疗 康乐无穷 虽然有俗话说 人老足先筛 树老根先枯 但在日常的生活中 很多人往往对脚未能预语足够的关注 就算发现了问题 也常常认为涂点高药之类不用处方的药物就能解决 结果没能及时找出问题的根源 反而拖延了治愈的时间 特别是糖尿病人 如果不及时就医处理 问题会更加严重 加华永康成人保健中心 特别用心 安排足科医生 每月一次在中心为长辈们看诊 在中心为长辈们服务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防患未来 始于脚下 牙齿健康 不仅仅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口腔健康 而且还影响着咀嚼和吞咽 影响着营养的摄取和整体的身体健康 牙齿不健康 可能会导致或加剧营养摄取过少 造成营养不良 也可能会导致或加剧一些现有的身体问题 中心与牙科诊所合作 不定期举办牙齿保健讲座 不定期有牙医诊所来中心 为长辈们洗牙和检查牙齿 冷脑掉牙不是必然的规律 只要预防和控制口腔疾病 掌握科学的口腔保健方法 形成良好的口腔 卫生习惯可以不让牙齿陆续下岗 公亲提醒 只要口腔内还存有牙齿 就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坚持刷牙 没有牙齿也要注意清洁口腔 关注口腔健康品味幸福生活 不管是家庭科还是足科牙科 护士团队都会积极协助 中心固定看诊医生 和其他与中心有合作关系的诊所 和专科医生 颅眼科 针灸 推拿 中医师等等 一同为长辈们提供最适用 最便利社区的预防性医疗保健 嘉华世家 健康团队就在家 非常感谢护理部的三位护士小姐 为大家带来的详细讲解 其实很多老年人 往往到了疾病缠身的时候 才意识到平时的健康照顾 有多么的重要 重大疾病的发生 会大幅度的降低 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而我们嘉华永康中心的护士们 用每日的爱心呵护 悉心照料 监督和维护 长辈们的身体健康 防微镀剑 让老年人能够维持日常身体健康 提高生活品质 并从容的面对疾病 所带来的困扰 如果您对嘉华永康中心的护理服务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您拨打电话 909-860-0061详细咨询 也欢迎广大观众朋友们 继续关注接下来的三期 关于老年人 复健康复 心理照护和社交活动的精彩讲座 感谢您的继续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梯 ό, 杨栋梯